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說明說 當各位今天有我們重置的喵社會的時候 那後續可能想要再 在留意台去做所謂的即時備援或是所謂的使用高可用性的學位功能的時候 那可能需要注意的留意的事項 那第一個是說 剛才看到畫面上 右上角這邊有個叫做有件伺服器型號的部分也就是說 當你要建置所有的HA的時候型號的部分要相同 那除了型號部分相同之外呢要注意就是你的軟體的版本 軟體的版本也要相符合之後呢 後續的話你可以透過系統管理這邊去做所謂的 高可用性的學位的建置 那各位在建置的時候可能遇到一些狀況也就是說當你sliver在去問你的message的時候 可能會顯示說 你的套件可能會不相同或是你的容量不相同 那這邊的話可能只是就是說你的郵件收集管理這邊有個叫做套件管理 套件管理這邊部分就是譬如說當下你這台melt server可以目前使用的哪些套件的部分 當你在建置H1的時候套件這個地方也要相同 那套件相同之外呢還有一個地方就是你的使用者管理 這邊有個叫做信箱容量 每個型號每個容量都會不相同 那你在建置H1的時候 你的sliver跟你的master的容量要一致的話 這樣子的話 你在建置H1的時候才會建置的起來 那可能大家會問到說 那我的型號的部分 我要怎麼知道說後續我可能 新 可能新買的設備他的型號是否能夠跟我現在做的型號 能夠建置所有的HA 那這部分的話大家可以來電 做詢問或者是 跟我們U那邊去做洽詢 那會跟你介紹就是 哪些型號的melt server 可以去建立H1的部分 大家好就要跟大家介紹 關於melt server部分的系列整合跟郵件信件相關的部分 可以透過我們的MA的部分做設備 歸檔 比如說包含郵件 以及一些設定的部分 但是前提的條件是 第一個是應該是我們 Melt server 64委員 最新版 他才有支援所謂的sharetec sync同步協定的功能 軟體版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他同步我們所謂的網域以及使用者 以及垃圾郵件新證清單 還有垃圾郵件的系統黑板名單以及 個人垃圾郵件的黑板名單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郵件日誌的同步 那透過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 Melt server64委員的 Demo機的部分 那只要有我們的64委員系列的設備的話就會透過我們MA的這台設備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的教導教導管這邊也叫sharetec sync的功能 透過這邊去點點新增之後 我可以透過這邊的45G資訊 填入我的Melt server64委員的IP 以及我的 的命也就是管理員的帳號密碼 然後他會先去透過這個方式檢查 你的郵件主機是不是 我們的型號以及版本 那檢查完畢之後呢就可以透過sharetec sync的部分同步 資料 將你喵設備的網域 以及你的user 郵件帳號 以及相關的設定包含 郵件日誌同步到我們的MA上 將信件去做歸檔動作以及 去做 彙整 那這樣的話也節省各位管理員 在做設定的部分